下象棋会用马而不会用炮往往是我们很多象棋爱好者最为头疼的问题 今天这局大家不妨来学习借鉴一下 相信一定能够突破你的思维水平 我们继续进入龟碑炮第五局 黑方上马 红方上马 双方迅速出子 红方出狙 黑方炮八退役 可以说黑方马八进七 狙九进一 起横狙 以及炮八退一 退炮到下二线 三步去是龟碑炮的基本走法 红方跳马 黑方在这里选择马二进三 选择上双阵马 这也是对付当头炮最为有效的一个阵型 近代时机 红方进炮过河 翼在中路和侧翼两线夹击中路 黑方进足就破掉你这个计划 此时红方进兵提前活通马路 黑方炮八平七 先前几局我们在这里有给大家提到过 黑方炮八退一的话 目的在这个下二线畅通无阻 既有炮八平七还有炮八平三 将来也有炮八平五 形成一个正面应对印 走到这里 红方迅速上马 可以说马炮窥视中足 黑方进足 双方形成一个交换 进炮打掉 接下来红方迅速进鞠过河 鞠马炮三子窥视中足 眼看这个中足目前来说是保也保不住了 那黑方在这里选择快速出击 这里也是交给红方做如何选择呢 军马炮三子强 黑方双马手 肯定是三个打两个 三个是必胜的 红方果断选择上马踩掉 黑方上马吃掉 进炮打掉马 上马踩掉炮 平击吃马先手来一将军 平炮挡住 在这个局面之下 已经形成了简单的开局定势了 目前来说 红方是双鞠马炮 黑方是双鞠双炮 在兵种上面 红方是略为占用 同时红方目前来说有四个大兵 最为重要他这里还多一个中兵 在很多时候中兵是更加的有优势 那么黑方如何采取有效决定反击呢 这里就必须得仔细思考一下 针对红方的阵型 采取有效的措施 现在红方刑期 他这个鞠的缺点就是目前站住的中路 势必飞向将来鞠好脱身 此时黑方抓准时机 进鞠卡住向腰 目的鞠一闪开的话 势必这里对中向有所窥视 现在中路不动 选择快速G9平8 把后方的力量启动出来 加上前方的进攻 那这里就给黑方出一个难题 黑方在这里一定要仔细了 稍微不注意 很容易走出一个G1平2的眼光照 大家看看你会不会犯这样一个小错误呢 如果说这样走的话 红方进鞠砍掉炮 先手将军 黑方飞向吃掉的时候 品炮中路一将军 那么好了 这个G被抽掉了 抽完之后 红方是鞠马炮三子 同时炮控制中路 黑方单鞠炮 红方锁定胜局 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走法 那黑方正确的走法 又该如何进行呢 显然红方这个局 目前来说没有出动 黑方有效的子力 就是前方这个局 以及中路炮 包括七路这个炮 这时候就要想到一个 象棋的定势 残局炮回家 把这个炮退回来 利用老家的事项成为炮架 才能够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 此时红方先下手为强 浸泡到底线 既封制局不让你出 直局同时在这里 在底线又是有一个威胁 那黑方现在索性也不管了 依然是重炮中路 红方平均闪开 这里要吃底下 接下来双方就进入 今天最为激烈的场面了 那现在黑方行奇 其友们在这里 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 进行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的话 看看接下来如何行奇呢 为黑方出出主意 那我们在这里 看分析一下 红方显然要吃底下 黑一方先下手为强 既有浸泡打相 还有浸泡打兵 这两个走法 可以说一个能够决定胜负 一个能够速败 首先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直接浸泡打掉兵的话 先手将军 这必然是没错的 但是红方一称事 你再次浸泡打相 这两步棋连续将军 同时控制中路 感情心情很爽 但接下来就不太妙了 这里一将军 红方出帅 此时要进居吃相 务必飞相捕后 看起来没毛病 我这几步棋走得相当的不错 而且也很可以 但是红方只需要一招 把拳头收回来 更加有力度的打出去 那黑方基本上可以缴械投降了 配炮打狙的话 狙闪开这里吃着炮 你如果说狙一瓶二 形成牵制 他这个马给狙伸根 不担心 依然有这里瓶炮打你狙 那这里是一个非常潜在的眼光招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仔细分析一下局势 好 我们返回到这里 看看正确的走法 看看古代高手的行奇思维 采取浸泡打掉像 这里就防不住的话 就索性让你吃好了 红方进居吃相 吃完之后 这里又得是非常精妙的思维了 那接下来 如果说你这里浸泡的话 退居吃足 吃完之后 这里还是僵着军 这里有抽 你如果说飞向 或者说炮不动的话 他这里就退居啊 就是个闷杀 那么好了 现在我们先看看 比较眼光招的走法 选择飞向 看起来这步棋很不错啊 那现在 如果说你这里退居吃足的话 那么好了 我平居砍炮 跟你对调 你吃居 我吃居 显然红方是不会这么走的 接下来红方有两个走法 感觉退居 因为这里如果说退居将军的话 我们平居砍炮 他如果说进居吃了 那么我们重炮 这里一打兵 将军可以说这步飞向 既窥视居 同时也浸泡 有杀旗 这是黑一方的理想状态 当然大家会觉得这步棋还很不错 但是红方是不会这样上当的 因为红方他完全可以退居一步啊 这里再来一个叫沙 现在没有办法 你只能眼睁睁的 如果说退向的话 再次进居吃 将来还是退居 白白送紫 当你平居砍掉炮的时候 他进居不再进居吃你的 而是先平居砍掉你的炮 先来一个解杀 当你称氏 此时进居砍掉 那么好了 这个棋局之下 红方 居码 况且有四个大兵 黑一方目前来说中炮还被拴住 同时在这里 在残局 马胜炮 也是一个定势 局势有利于红方 这是黑一方飞向的变化 可谓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红方更加的有手段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比较好的正确行曲思维 首先平炮 闪击 莱将军 红方称是 这个棋的目的 主要是隔断 红方的居炮 此时再次飞向 先前飞向 是没有什么毛病 但是这里是存在一个顺序问题 稍微不注意 就容易落入败局 飞向吃着红方这个居 势必居要走开 退居窥视中相 此时黑一方就不要得意忘形了 感觉能够进炮打兵 先来一个将军 但是你这样一走的话 将来平局砍中相的时候 务必容易反抽 平局吃掉炮 其实走到这里之后 黑一方已经获取优势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红方还有没有更加巧妙的手段呢 此时红方能不能平局吃相呢 这里也是为我们大家提供一个错误的思维 如果说这里吃的话 好了 品炮闪击将军 这里鞠吃着鞠 炮打着鞠 你出帅的话 先手吃鞠将军 然后退炮打鞠 双鞠化为乌有 如果说退市的话 或者说成市的话 那么好了 退炮打鞠 重炮先将军 再次吃鞠 黑一方锁定慎局 所以说啊 这个项的诱惑力 也是非常的强 红方 比较好的走法 就是帅五贫六 摆脱你中炮的前置 此时黑一方 品炮到四路线 提前做好埋伏 品局吃掉 先手将军 选择称市 那他这里 能不能品炮将军 这里来抽鞠呢 实则他这里有马 居马 始终啊 在这里保护底居 你是抽也抽不到 但是这里还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 接下来 黑一方 就有一个圈套 红方稍微不注意的话 这里平炮 这里一将军的话 比如说红方随便走一步骑的话 黑一方 平炮将军 你务必要进到中路 此时再次平炮将军 那么好了 这个鞠啊 又被抽掉了 同样 这样可以先手吃你的鞠 红方没有还手之力 所以说在这里 红方也得要注意了 红方提前闪鞠 把鞠走开 接下来 黑一方品降而出 退鞠回来 双鞠夺炮 骑友们 在这里也可以再次进行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的话 接下来 如何巧妙 采取有效攻势呢 双鞠抢炮 如果说炮退回来的话 那他这个鞠啊 立刻被杀出来了 你进炮峰制的话 目前来说 这个炮 同时他也牵制住你的子力 一个牵两个的话 显然黑一方啊 在这里子力稍微受困境 这个马又被放活了 那在这里啊 黑一方采取果弹出击 采取先手进攻 称是将军 首先说明你这里不能称是炮 打着去啊 打完之后形成一个简单的交换 反手还打着马 所以说帅 平六 此时在这里又来一个 平炮将军 这一步棋就走得比较古怪了 相信大家一看 没有这么干的吧 那现在如果说我平鞠吃炮的话 这里显然平鞠 平炮打鞠 那现在我不吃 行不行呢 我这里也不吃你的 先解 退市 当然如果说这里 城市的话 可以先吃掉 吃完之后呢 再次平炮到中路 显然在这里红方还是占优 黑一方选 红方选择退市 接下来走到这里之后 就是出现本局最为精彩的杀招了 那红方肯定目前来说 这里比想跟你拼命对调子力 这里鞠吃着炮 这里鞠还吃着鞠 黑一方如何巧妙解围呢 炮五平四 不知道这一步棋 大家有没有想到 接下来就进入本局 刷新你的三观 提升你的思维的时候了 那现在这样走的话 黑一方没有杀起 红方也不得不吃鞠 没有理由不吃你 那相信大家一看 黑一方是不是走漏了 在这里故意弃掉一个鞠 难道是拿起拿错了吗 实则在这里 黑一方已经构成了杀招 七伍们不妨仔细思考一下 看看如果是你的话 如何走出今天妙手的杀招呢 感觉我如果说 平炮将军 他如果说称师的话 我进去砍礼士 这不是铁门拴杀棋吗 无论你称哪个士 都是有杀棋 但是红方可以平居 这里白送给你 当你进炮打的时候 他退居吃 吃完之后 还是居马占有优势 同时多兵呢 但高手刑旗 往往让人琢磨不透 我们直接为大家分享出来 进居先砍士一将军 红方只能率武进一 再退居 先来个顿挫 只能退回去 接下来 再次平炮党军 这不起 需要一定的思维了 这里将军 红方仅此称是 接下来居战花心 一招锁定胜局 好了 旗友们可以不妨 在这里思考一下 看看 红方如果帅五平四 重炮绝杀 帅五平六 平炮过来绝杀 大家有没有觉得 今天最后的杀招 让你水平和思维 有所突破呢 好了 今天这局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你觉得还不错 欢迎点赞评论 长按点赞 强烈推荐一下 欢迎其友们评论区交流 非常感谢